各位傳媒朋友 就著衛生防護中心剛剛開的記者招導會 有關放寬幼稚園的停貨指引的回應 第一,衛生防護中心今天說了 我們幼稚園有關流感的疫情是嚴重的 他們形容為超高水平 在這段時間已經有191間學校 他們覺得去到一個爆發水平 已經通知了學校 請學校堅考慮停貨 這種情況是我非常關注的 小朋友的健康是一個大家非常關注的問題 但我們也留意到另一點 這次衛生防護中心所提出的標準 在一個群體內四天內有三個個案 和衛生防護中心過去發出的指引 其中一個考慮停貨的指標 學生當中有20%才考慮停貨 這是有一個相當大的差別 這是否反映了現行的指引 其實未足以處理到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在這次我們見到政府要放寬指標 這是一個令到很多幼稚園都會措手不及 這是大家都會關注的 但我們也看回 這是防護中心提供的資料 它其實在最近的防疫通訊裡頭 是有一個圖表的 這個圖表就是比較了過去幾年 是有關流感的季節累積的 爆發的數目的 這個數目大家看到 就是紅色這個很短的這個 就是今年的數字 過去幾年當中 去年是比較嚴重的 就是藍色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大家看到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是有一個全面的停貨的 小學和幼稚園 今年我們來到這裡 這裡的趨勢和去年都是相當接近的 似乎還是嚴重了些少些 所以在這一刻 政府是去介入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作出這個 局部停課這個決定 我覺得是回應著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積極的 只不過問題就是 第一 我們看到就是 那個指標似乎放寬了 那是不是呢 是現有的指引 是應該要檢視一下呢 還是現在定出來的指標會太寬呢 那這個呢 我希望是衛生防護中心 或者是相關的專家呢 能夠做一個 是深入的一個檢討 第二呢 我們也都收到 是很多學校的反應呢 就是說 現在的安排呢 其實可能會帶來 很多混亂的場面 最主要的問題呢 就是今次呢 政府呢 就會通知學校 就是 請你 考慮一下 是不是 停課呢 但是呢 這191間學校 是哪些學校呢 家長是不知道的 那好了 學校 決定了之後 跟著 他似乎呢 就是需要自行去通知家長 變了呢 就是個別學校 跟個別的家長的一個溝通 那麼個別的家長 收到今天的消息呢 自然呢 也都會走去呢 就是聯絡學校啦 打電話去學校 問一下究竟是 就是停課 還是怎樣 那麼可能呢 學校還在這裏 考慮著 就是還未做決定 或者決定了 那麼他呢 就要接很多很多的電話了 那麼這些情況 大家都知道呢 有幼稚園 可以抽調的人手 去應付接電話呢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 沒有什麼人的 沒有什麼工作人員的 這種情況呢 將會造成了 家長很大的焦慮 還有呢 也都是 學校一個工作上面 很大的壓力 我們覺得這種情況呢 在行政上面 是可以改善的 例如 當政府 通知了學校 做了建議之後 學校 有相當多 我相信都會很快 是給了回覆 回覆了之後 是否衛生防護中心 或者教育局呢 是可以將 停課的名單呢 集中這樣 處理了它 變成 集中公佈 還有呢 透過傳媒呢 告訴市民知道 市民呢 很快知道了 自己那間學校那間幼稚園 是會停課 或者是不會停課 這樣的話呢 是減去 減省了 很多 焦慮 還有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打電話 接電話的工作壓力 這一點呢 我覺得 在整件事情上面呢 是政府做多一點點事呢 是可以帶來一個很大的改善 第三呢 我亦都想提一提呢 就是有關今次那個 停課那個指標的放寬等等呢 其實仍然有很多 是未明朗的地方 我剛才都看了這個記者會 大家都問呢 就是所謂呢 是四日裡頭 有三個的 患流感的情況呢 是不是一個 就是 那個標準是一個什麼標準呢 是一班來計 還是全校來計 我們知道 一間幼稚園 或者幼兒中心 那個規模大小是相差很遠的 那如果是說幼稚園三個 或者說一班三個 那個標準是一個相差很遠的 那我希望呢 政府能夠清楚一點講明呢 是究竟 那個四日三個 是什麼意思 那另外呢 就是在這個 就是 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都要看看 就是 是短期的措施呢 還是長期措施呢 就是這個 就是 是不是我們過了這一次之後呢 我們回去 是 百分之二十這個指標 還是說 是長期 我們都會是 用這個三個做一個指標呢 那這個呢 我相信也都政府 是應該作出澄清 最後一點呢 就是大家都會關心 就是 我們的 今年 我們其實呢 都是想加強這個 就是疫苗的接種的 書學方面呢 其實也都有 就是 各種的措施來做 但是幼稚園相對地 我們是沒有一個很積極的措施呢 來到去幫助幼稚園的學生 是接種疫苗的 那現在呢 就是靠私家醫生 還有一些 就是由幼稚園自發的 去跟一些的相關的醫生 來到聯絡安排 但是呢 衛生署沒有一個統一的措施來去做 那麼我們看回今年小學的情況呢 幼稚園 衛生署推動的 就是給學校 來安排 就是學生接種疫苗 那個效果是好的 我們覺得呢 是應該將這種的做法呢 延伸到去幼稚園 和幼兒中心那裡 這個呢 亦都是最近呢 是很多醫學界人士呢 是提出的 就是我們呢 是在幼兒這個 幼兒這個高危的群組呢 其實應該加強你的工作 所以我亦都是希望呢 是財政司司長 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案 預留相關的撥款 給呢 就是我們呢 去將這個 目前的接種疫苗的計劃呢 由小學再進一步 擴展到幼稚園 能夠令到 香港呢 是有效地 阻�操到 這個流感的傳播 第一次尋就是這 vous sur l'a realization de que les Ant樂ies suggèrent school closure 191 schools, oniza hier mais Why? ечение maintenant kindergarten Amaei sentent the notification from 나�wright they're bein suggested to of you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suspend clas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parents also receive information from the media that know some of the kindergartensare going to suspend classes so I think many parents would be very anxious to know whether the kids kindergarten or no nurseries 市民 going to have classes next week on Monday. 所以, probably they will phone the kindergarteners to try to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schools ar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on the administrative. They might have to consult different people to make their deci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to receive a lot of phone calls. I think that would cause a lot of panics among the parents and a lot of pressures for the kindergarten administrators and also teachers. So I think this can be avoided. If the government collected information from the schools, from the kindergarten, and make up a list, that would be publicized through their webs or media so that the parents can check them up,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and reduce the anxiety level and pressure level. So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e government can look into. I've been looking at a trend you showed on the ground just now. We saw that the trend of flu outbreak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had last year. Should we have gone for a full, complete class suspension? I think this would be up to the specialist's decision. I think, well, I will not say too much about that because, you know, but judging from this trend, the situation is quite serious. So we should try to act as fast as possible to stop such a trend. So I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something.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certain things. I hope that these measures will be effective. let's get into this trend you ask. Thank you.